在15年前,英国和美国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两国依旧还在伊拉克进行着各种活动,因此经常都会发生一些冲突和争端。 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次冲突中,英国的一支队伍,因为遭到了敌方的埋伏,整个队伍都陷入了困境,其中,一名英国士兵,被敌人打中了12枪,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被打中了12枪却没事。 但是,最了解,是我们国家制造的防弹衣救了他,而这支队伍后来也逆软了局势,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困境。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我们国家制造的防弹衣,也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事实上,我们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制防弹衣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就研制了第一代防弹衣,是玻利杆的防弹背心。 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国家研制的各种防弹设备越来越先进,跟原来相比有了很多的进步。 而如今,我们国家制造的防弹衣,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国家的士兵的装备都非常简陋的,身上穿的军装都是一些制作比较粗糙的套装。 而如今,我们国家的士兵每人一件防弹衣基本上已经成了标准的配置。 这些防弹衣正是我们国家局势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不断进步的体现。 据悉,在当今世界,全球70%的防弹衣都是我们国家制造的,特别是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如以色列、伊拉克等。 除此之外,很多欧美国家也向我们国家购买了很多防弹衣。 有趣的是,曾经还有人检验过我们国家制造的防弹衣的安全性。 一个欧洲人曾经使用伊西威力较大的补签设计我们国家制造的一些防弹设备,但这些防弹设备经受住了考验,都没有被击穿。 后来这个人还把测试的视频传到了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除了非常安全之外,我们国家的防弹衣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一套只卖100美元左右,价格低,安全性又高。 所以我们国家的防弹衣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防弹衣,已经相当全世界。 我们国家的防弹衣能取得那么多的发展形式,都会供与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我们国家的防弹衣的奠基人周胡泰院士。 中国制造的防弹衣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它功不可没。